大家欢迎我们的张梦颖 人气好旺啊 哎呀 掉了掉了好一会儿吧 那那那这个亮眼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熊猫大侠 今天也是穿着的也是在黑白配 而且还有这个一种军装的感觉 是带着公司来的 因为我想今天对我来说也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日子 我之前其实有唱过很多的关于电影的歌曲 但是我一直真的非常想要唱一个关于喜剧电影的歌曲 对 我觉得 香香姐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实现这个愿望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喜剧 嗯嗯嗯嗯 那这次喜剧的主题歌会跟 即往的这些歌曲不一样吧 嗯 可能 风格上吧 嗯 还是 跟以前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唱歌跟 看电影还是不一样的 哎 听说刚才佳佳说她有秀那个海豚音 其实背后是你的声音是吗 呃 就是 我有唱这一段 嗯 然后当时还说要我一定要唱到音不准 我说这个很难 哎呦哦音不准对你来秀音很难 不准的就会很敏感 好我满足你们 但我觉得就 不要唱Love you了 就 朝夕暮想唱出歌好了 嗯 不知道为了什么 一种不可知的诱惑 哦 是颜色 是烟火 对你还恋恋不上 世界也不能淹没 哦 谢谢 太好听了 重点是你到哪里都带着合唱团 就太佩服你了 好 谢谢我们这些粉丝们 好 来把这个 谢谢 把这个我们的笔给 和我们可爱的熊妈一起拍张照 抢毛大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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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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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亮影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我们有请的是 我们 黄岳文导演 以及呢 我们的李肖欢迎 小小慢点 小小慢点